今天有消息传出 称某知名男主持将再度签约 卖身老东家光线传媒 成立专属个人工作室 他不但要参与光线传媒 多档重量级节目 而且还将跨界当导演 在待遇方面除了不菲的签约金之外 他还将享有光线传媒 高达一亿的期权 虽然文中没有提到具体人名 但该男主持基本被认定 就是何炯 网友们如此猜测 一是因为何炯已经正式加盟了 光线传媒某大型励志少年才之秀节目 而且接下来还将加盟 光线的一档大型音乐节目 二则是因为何炯就曾是 光线培养出来的主持人 光线对何老师可谓有过知遇之恩 何炯回归光线似乎是顺理成章 三则是因为何老师一直是自由身 不属于湖南卫视体制内的主持人 在对外合作上有很大的自由度 这样一来 小伙伴们便纷纷猜测 何老师是真的要和光线合作了吗 那是否会就此离开芒果台的舞台呢 何老师赶紧出来给个说法吧 有苦全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